朝鲜官媒在星期一 也就是劳动党创建77周年当天 公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参观 并亲自指导弹道导弹发射 战术核武部队等训练活动的消息和照片 再次强化了朝鲜的核武立场 韩国总统尹熙悦怒斥朝鲜不顾国际反对 坚持开发核武 不只让全世界都因此受到核武威胁 朝鲜本身也无法透过核武得到任何好处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坚持发展核武 立场强硬 这样的态度不宜让接壤的韩国很不安 韩国总统尹熙悦表示 朝鲜不断研制发展核武 对韩国乃至全世界构成威胁 而朝鲜本身也不会通过核武得到任何好处 对于韩国民间旧韩日两国加强军事合作存有忧虑 尹熙悦认为人民不是担忧 全力投入经济及产业活动才是当前该做的事 另一方面韩国军方对朝鲜昨天公开的战术核武部队军演表示 事先已经掌握并分析了其中大部分内容 韩国有能力通过导弹防御系统探测及拦截 韩国军方还表示朝鲜在水库发射前射弹道导弹 证明对方已经认知到了韩国杀伤链的能力 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就在韩国为朝鲜试射导弹而绷紧神经之际 金正恩当天则前往咸晋南道 咸州郡出席大型蔬菜种植基地 连浦温室农场的竣工仪式 连浦温室农场鉴于曾作为军用机场的连浦机场 占地面积大约277万平方米 中文 su stress 并不得已的权宜 隐手 占地面积大约 并不得已的权宝 黄土 谱讓人请